小米椒 淀粉 盐 白胡椒 生抽 生抽没放 放点生抽 生抽放多少 一大勺 一大勺是多少 一大勺 我不知道在上面就会这么写的 不知道啊 多了 你想不想 你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啊 你确定我这么做完他能吃吗 当然了 小卤和姑娘们的心意自然是要沉溺的 你确定 做个饭就是成衣了 努力就是啊 你抢死我了 但是我还需要点小小的技末 什么技末 你先吵就别糊了 我去找他聊聊 谁让你进来的 雷哥做了几道你喜欢吃的菜 出去尝尝 别烦我 画画呢 别画了吧 你这画法有很大的问题啊 看得出你还是蛮有灵气的 但是因为你基本功不够 只会越来越差 到时候你想要改好都难了 你懂什么呀 我从五岁就开始画画 到你这个年纪 我已经画了二三十本画本了 有空的话我拿给你看 我才不心想看呢 好 那你就再凑我的路上越走越远吧 你等会儿 那你说说 我哪里有问题 你的辅助线全部都不规范 尤其是画手的时候 你会觉得更加困难 你看能画的 那是人手吗 那分明就是个鸡爪 这手本来就难画 是啊 手当然难画 难画就要用正规的方式 把它画得越来越好才对 可能是你对结构理解有问题吧 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懂结构问题 过也没关系 这一点其实有解决的办法 比如说 先吃饭 吃完饭我再跟你聊 走吧 菜聊吧 走吧 怎么样 好吃吗 你看什么 我看看我妹妹怎么了 我看看我妹妹怎么了 哎 怎么样 好不好吃 你的精心研究了半天才做出来的 坐会儿 这个虾 一会儿你记得叫我 吃个虾 以后多做啊